看看新闻网 最近张杰现身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 为Michael Jackson的蜡像揭幕 近几年事业顺风顺水的张杰走到哪里都人气爆棚 只是这人红了 采访也难做了 我不敢做 而且我也做不到第二个Michael 我只是想做第一个张杰 既然无意追随偶像的发展道路 咱们就聊点接地气的 马上就要过年了张杰有没有向春晚的可能呢 今年春晚的消息可能需要导演组这边来发布消息 那如果我自己能够站在春晚上 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不能透露自己上不上春晚倒也是情有可原 那么说说春节在哪里过总是可以的吧 我希望就是回家过 但是还不知道回哪边的家 我是期待跟他随时都在一起 但是可能因为工作各方面的原因 好的 谢谢张杰 然后谢谢我们美丽老师 谢谢 来带给我们吧 谢谢 谢谢 张杰话还没有说完 旁边的工作人员就强行打断了采访 麦克风对面的记者们也是被这阵仗给整萌了 不过还好我们记者也是有备而来的 没有军房 还有咱们的专房呢 过年的时候我会在想回哪个家比较好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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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赶时间还是什么原因啊 反正张杰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急得不得了 不过嘛 小时候爸妈和老师都教导我们 别人说话的时候插嘴不礼貌 那不知道这强行打断采访又算怎么回事呢 先来再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